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指住的力量 然后有清晰的观想力 还有感动力 这一切都在非常澄澈宁静的状态下发生的 那为什么有的人能够体会到 有的人体会不到呢 正德和体验生不起来是什么原因呢 结论是只是因为自己没有精进罢了 就是自己没努力是这样吗 他说如果有精进的话 不论是学习什么功德 一定可以随自己的程度有所了解 同样的 无论学习显称或密称 正量能否在内心升起 就看能否不间断地精进学习 注意 这几句话看一看 说不论学习什么功德 这句话有一种周辩的意思 对不对 不论你学习什么功德 一定可以随自己的程度有所了解 就是不可能一无所获 对我们相应的那个起点 我们能向前踏一步 就是师父说可上可下的时候 向上上那一步 怎么前行呢 把腿抬起来朝前迈一小步 一定会踏到一个跟自己站在原地 或者向后退步一样的地方 就是你一定会有所收获 同样的 无论学习显称密称 正量能否在内心中升起 就看能否注意 不间断地精进学习 这里边有个不间断 很多善知识呢 都特别强调这个不间断的问题 像以前我也给大家讲过 大课强调说 你是否让你的善心不间断 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往下看 有说到 有为不安住过 凡是有违法 不会一直安住 自己如果去学习这些的话 智慧能力会健全增上 就会升起正量 这是法性 而要升起如是正量的话 要净罪集资 这是很重要的 没有净罪集资的话 道是很难在相续中升起的 所以才说要 聚合净罪集资 法院三者 在任务协讲的这一段里呢 我想问大家说 有为不安住骨 凡是有违法 不会一直安住 这句话 这句话可以对着什么 有的人就会觉得 我就是这样啊 我怎么学习 比如说我背书背不会啊 怎么样怎么样 因为笨啊 等等 很多很多理由 我们都以为呢 自己停滞不前的那个状态呢 是凝固的 它是不可改变的 甚至有人用另一种方式凝固 每况愈下就是它的凝固法 但这里边说 凡是有违法 不会一直安住 它已经是刹那刹那的改变 如果我们去学习的话 那么这种改变会怎么样发生呢 智慧 能力 会渐渐增上 就是会朝向一个美好的方向 渐渐增上 这个渐渐增上 不是说一下子就超越了 现在所有的困境 而说那个变化会一点一点发生 这个以前跟师傅在学习的时候 师傅也非常强调说 螺旋式的上升 比如说再回来的时候 好像有点低谷的样子 但它这个低谷 已经超越了原有的低谷 所以会等待着 进行到下一个高峰 如果我们认真总结 比如说自己绞烦岛的时间 能够用正知觉察到说 我在绞烦岛 我有在非理作意 我没有提升念 提升念用多大速度提起来的 或者说跟那个非理作意 打了个地幅天翻 折腾了很久 终于把那个正念提起来 还有的时候轻轻一提 它就提起来 还有时候可能就是 谭指清正念就回来了 这都是智慧能力 渐渐增上 这个时候就会慢慢 升起正量 注意下一句话 这是法性 规律 是吧 法而如是的道理 所以我们千万地不要 把自己看死了 认为说我就是这样 怎么努力都不能改 像有的人就说 它是不是断扇跟队 还有的人说 是不是没有福报 学什么学什么 总会把自己和一种 很凄惨的命运 结合在一起 就觉得 好像这才是比较 配自己的生活 这样给自己下定义 是没有什么依据的 因为有为不安住故 刹那刹那都在改变 为什么我们不能 向好的方向改变 只能向坏的方向 去颓废呢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宿命 所以要打破自己 那种觉得 一定会学不好 一定不能过上 比现在更好的人生 打破这种宿命 然后刹那刹那去 累积能够改变的 研究是什么 经济 罚经济 经济 而且如果不间断地 经济学习的话 一定改变会发生 我觉得这一段 有点像鼓声 累到趴在地上的行者 或者说很惨很惨的 觉得很苦行的这种人 听到了这一段的法音 这个精进的鼓音 就应该振奋起来 再继续地走上不提 不然就是 生老病死苦 整个轮回的世界 还有我自己 由于无名颠倒 所显现的一切 痛苦 有自信值的那一切 到底有什么值得眷恋 我不从这里 挣扎出去 这个像牢笼一样 将永远困顿着我 所以对我们来说呢 不努力修行 是没有退路的 正因为有为 不安住骨 一切都可以朝着 我所想要的方向 去改变 只要我不间断地 精进地学习 所以这一段是 多么美好的一种鼓励 而且它就是在 现做不到的 现在未能实进之者 都不能以现在自己 不能够进而为 因一下就弃舍 还要应做失思 愿于何时于如是等 有去正门休闲 能做呢 那就开始 在他的因上 集资进账 广发正缘 不久 就渐渐增长 智慧能力 所以你看 在面对这种困境的时候 这个行者 上是教我们 面对这样的困境 要发起精进心 而不要给自己 算那种 一定会不行地挂 但是很多人的生命里 有一个思路 觉得这是我超越不了 这是我超越不了 就被这样一个 很奇怪的 像诅咒一样 一直环绕着自己 但是这一段经文 就是让我们从这个 很奇怪的圈圈中 拖出来 完成一个抛物线 超越那个 业力的轮转 用正确的教理 加上精进心 对吧 因为你 记忆资资进战 广化中学 要不要精进一样 你至少 心念得动一动吧 心念得不动 就沉在了一个苦水里 和自我的绝望 崩溃中 这个生命是不可能 朝着好的方向去改善 所以对于苦 我们是要 起来反抗的 不能让自己的心 沉醉在这种苦里边 不去对峙它 不去对峙它 那个受制 就会让我们 更加地迷乱 会增加我们对于 无名所显现的 颠倒的 一切境界的 地时的那个习性 就会更加地坚固 好像一切都不能改变的样子 你看用粗的无常 这样的观察 都会发现说 实际上一切都在改变 不需要对此时此刻的 你做不到的东西 如此地执着 认为是万年不改的 这段法音实在是太美了 你们认为呢 好 在刚才 无怨无悔的开始里边 老师说 为什么我让你们写日记呢 你们如果愿意写 可以把十年前的 和十年后拜佛的 你都连起来看一看 希望以后我们能够出一本书 也许是有连载的 就是出家人居士 透过拜佛改变生命的 我希望把它译成各种文字 传播到全世界 我们不去吹嘘 只是说实话而已 我相信会引导 很多很多无处的 痛苦的心灵 找到希望 让很多人振作 他们的人生 所以也是怀着一种 为了利益天下苍生 这样的愿望 我们来拜佛 既利益自己 又利益别人 这里边的日记 为什么会讲 十年前跟十年后的对比呢 就是其实呢 这个不知道你们的经验怎么样 就是当然有的时候 透过你这个 赔命认真猛力的祈求 再加上这个大量的拜佛 有的时候 的的确确会出现很多 这个比较立刻 比较明显的这个转变 这是有的 就是说因为你造业很强猛 它宪法寿就有转 但是大部分的转变 其实都是点点滴滴累积 然后点点滴滴转变的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呢 要把这个过程 透过写日记的方式 自己记录下来 然后你再透过 事后的总结 把它发现 用这样的经验 去帮助很多 现在无助痛苦的人 让他能够找到希望 这个经验很重要 为什么 知道吗 因为在刚才的 广海明月开始里面 老师不是有讲吗 如果你单着在 那个痛苦的感受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人是 很盲目的 而且自信值是不是 发作得更强 那时候他会觉得 他痛苦的状况 自信就是如此 本来就是如此 不会变的 对不对 所以你这时候 你必须用你那个 真实的点滴改变的经验 去让他知道说 其实那个过程 是这样子来的 好 我自己今天也发现是如此 其实有很多 很深刻的改变 他要透过点滴累积 透过点滴累积 实际上一定是透过 点滴累积的过程 那个点滴累积的原理 就是刚才老师 在广海明月里面讲的 老师说 但这里边说 凡事有违法 不会一直安住 它一定是 刹那刹那的改变 如果我们去学习的话 那这种改变 会怎样发生呢 智慧能力会渐渐增上 就是会朝向一个 美好的方向 渐渐增上 这个渐渐增上 不是说一下子就超越了 现在所有的困境 而是说那个变化会 一点一点发生 你看老师用了多少词 一点一点 渐渐用了很多词 对不对 这个有违法不安住的 这种无常的现象 它是一点一点 刹那刹那在改变 然后我们翻转过来 这个修行向上的过程 其实也是 一点一点刹那在改变 这一点要注意 所以不是说像你想象的 马上就是产生了一个 很大的扭转 一下就超越了所有的困境 通常不是这样 通常不是这样 后面老师说 这个以前跟师父在学习的时候 师父也非常强调 螺旋式的上升 比如说再回来的时候 好像有点低谷的样子 但他这个低谷 已经超越了原有的低谷 所以会等待的进行到下一个高峰 所以其实老师师父这些有经验的 这些师长他们就告诉我们说 你这个进步的过程是一个螺旋上升 或者是高低起伏 这样子慢慢向上的过程 不是像我们想自己原来想象的 但是一下子就超越了困境 这点其实很重要 越早认识这一点越好 不要说我现在的困境像山一样大 然后努力之后改变那么一点点 完全不成比例 所以就干脆放弃掉算了 其实正好反过来 你坚持下去 他这个一点一点的改变 有一天累积起来 那个力量是不可思议的 后面在广海明月里边老师说 往下看有说到 有为不安住故 凡是有为法 不会一直安住 自己如果去学习这些的话 智慧能力会渐渐增上 就会升起正量 这是法性 而要升起如是正量的话 要净罪 击资 这是很重要的 没有净罪击资的话 倒是很难在相续中生起的 所以才说 要结合净罪 击资 发愿三者 那在前面的那个四七九讲 老师就有特别讲 你看到这个 佛菩萨这种不可思议的功德神变的时候 你一定要发愿 不要空过 你要中一个不空过的因 就是要懂得要发愿 这点很重要 所以生命如果是现在停滞的状态 修行碰到困境的时候 要记住这句话 有为不安住 有为不安住 这个我们在感受上认为 眼前的困境跟停滞 还有痛苦是 会恒常的是没办法翻转的 很清楚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 这不是事实 要常常提醒自己 所以老师跟仁波切讲的这句话 有为不安住顾 一定要把它放到心上 后面老师说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自己看死了 认为我就是这样 怎么努力都不能改 像有的人 就说他是不是断扇根的呀 还有的人说 是不是没有福报学什么 总会把自己和一种很凄惨的命运 结合在一起 就觉得好像这才是比较配自己的生活 这样给自己下定义是没有什么根据的 因为有为不安住顾 刹那刹那都在改变 为什么我们不能向好的方向改变 只能向坏的方向去颓废呢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宿命 说要打破自己那种觉得一定会学不好 一定不能过上比现在更好的人生 打破这种宿命 然后刹那刹那去累积能够改变的因 就是什么 精进啊 法精进啊 要精进啊 而且如果不间断地精进学习的话 一定改变会发生 所以仔细想 为什么大家都很喜欢给自己定义那种 奇怪的凄惨的宿命呢 为什么大家很喜欢给自己定义那个 奇怪的凄惨的宿命呢 对啊 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是 说婆世界 堪忍世界嘛 本来就是所谓的五着二世嘛 那众生的恶业是很多的 所以你会一直地看到自己和别人 很多这个恶业感果的现象 但是看久了之后 如果你没有这个正确的见解 你没有政治见现起来 你只被感受单着的话呢 你就会把 常常发生的这些痛苦 认为它是自信有的 从自方成立的 这个注定就是如此的 没有任何能力可以改变的 那这个就开始把那个奇怪的宿命 养成了 这是很可惜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奇怪的宿命是 源自于你的无名自信值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你源着无名自信值 这样子的苦因 然后安立了自己一个很奇怪的宿命 然后结果会怎么样 结果苦会更多 对不对 那这个很奇怪的宿命 那个苦居然就会延续下来 其实是蛮恐怖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时候提早认识真相 打破这种宿命 要认识有为不安处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老师后面讲 我觉得这一段有点像古生 累到趴在地上的行者 或者说很惨很惨的 觉得很苦行的这种人 听到了这一段的法音 这个精进的古音 就应该振奋起来 再继续走上 无上菩提 那请问你们听到这一段 有为不安住顾 这个精进的古音 你有觉得振奋起来了吗 看你们的反应 好像还没有很振奋的样子 对不对 不能因为我嘲笑你们 你们就开始说有 但原因是什么呢 注意 其实是正确的教理 你要对有为不安住 你要仔细地听闻思维 在你内心产生定解 到最后就变成什么 太阳当然从东边出来的 太阳当然从东边出来的 就这样 所以有一天你突然发现 我为什么这么痛苦呢 因为我觉得太阳是从西边出来 突然你想到 太阳是从东边出来的 我怎么会因为太阳 从西边出来痛苦 那时候你就真的会奋起 你会发现说 我原来那个状态不对 我是在一个 于是错误的状态 所以当自己觉得 被自己捏造的那种 痛苦的宿命困住的时候 如果你之前你透过 把意识法跟天文规理做好 你对那个有为不安住 你升起了很强的定解 这个时候你只要听到 有为不安住 你就会马上知道说 我刚刚是在一种错误的状态 在一种颠倒的 不认识事实的状态 那时候就可以奋起 所以它振奋起来的关键是 你对有为不安住 这个师长佛多讲的这个真理 你有没有定解 有定解 那它就会是一个振奋的 精进的古因 后面老师讲 不然就是生老病死苦 整个轮回的世界 还有自己由于无名颠倒 所显现的一切痛苦 有自信值的那一切 到底有什么值得眷恋 就是如果你不肯相信 有为不安住 不肯相信你眼前的困境 是不安住 是不安住的有为法的话呢 那你的坚持是建立在哪里呢 你的坚持是建立在自己 由于无名颠倒 所显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你的坚持是建立在 那个愚痴的 那个自信值的那个部分 然后这样的结果 就是生老病死苦 是整个轮回的世界 所以做这种错误的坚持 很不值得 所以老师说 有什么值得眷恋的 好 老师说 因为我不从这里侦查出去 这个像牢笼一样 将永远困顿着我 所以对我们来说 不努力修行是没有道路的 正因为有为不安住顾 一切都可以朝着 我想要的方向去改变 只要我不间断地 精进地学习 然后这个不间断地 精进学习的形象 还可以从哪个角度理解呢 就是上一讲 479讲讲的 任波切说的那个口诀 任波切说的那个口诀 说非常重要的口诀 内容是什么 就是积极之良 精致罪障 广发正愿 这个就是这个 不间断地精进学习的形象 积极之良 精致罪障 广发正愿 任波切说 口诀口诀 这是重要的口诀 然后我也常常提醒大家 这个这么重要的口诀 这么重要的诀窍 你要把它用在 最大的最有价值的地方 所以有的时候会开玩笑 说这个 倚天剑跟屠龙刀拿到 不要拿来切面包 这个重要的口诀 你要拿来 放在这个快速成佛的修行上 就会非常地有帮助 后面老师说 所以对于苦 我们是要起来反抗的 不能让自己的心 沉在这种苦里边 不去对峙它 不去对峙它 那个受之就会让我们 更加地迷乱 会增加我们 对于无明 所显现的颠倒的 一切境界的 地时的那个习性 就会更加地坚固 好像一切都不能改变的样子 这边要稍微说一下 如果你用十二元起来讲的话 就是说 平常我们说这个 受之献起的会爱取 就受之献起的 我们在轮回里的习性 会单着在受之上面 起烦恼 然后爱取 就会产生这个爱取的这种现象 但是其实 单着受之的时候 我们的心是在一种什么状态呢 单着受之的时候 我们的心是在一种 无观察室的状态 无观察室的状态 你越是单着受之呢 你那个不思维观察的习性就越强 不去认识那个真相 不去思维观察 抉择真相的习性就越强 所以会像老师讲 那个受之会让我们更加地迷乱 就这个意思 所以越是单着受之 无观察室的力量就越强 然后那个执着有自信的 那个无名的愚痴的习性就越强 所以的的确确 佛法非常非常的特别 什么意思呢 我前几天才跟一些人有讨论到 就是世间有少数的学问 会在个别个别的局部的地方 叫人说 你不要听感受的 你要把你的理智提起来 会这样子 比如说我以前常讲那个例子 我刚进生团的时候 我们生团有一个预科班同学 好厉害 我跟他一起切萝卜片 结果呢 他萝卜片掉地上 萝卜片掉地上 你有没有什么反应 捡起来去洗嘛 对不对 他拿到水龙头前一刹那 他突然回过头来跟我讲 法师 我如果这个萝卜片拿去洗的话 到底是洗萝卜的那个水费比较贵 还是这个萝卜片比较贵 我那时候听了大吃一惊 你知道吗 一般人不会这样反应 一般人直接就洗了 他还会想 我那个洗萝卜片花的水费 会不会更贵 如果更贵的话 好像不值得要这样洗嘛 好 我那时候就在想 对啊 我以前念经济系的这样 你要是被我们经济系的教授看到 一定会认为你是经济学天才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世间的学问 只叫我们在局部的少数的部分 说你不要听感受的 你要把你的理智提起来 可是佛法不是这样 佛法是全面的 在一切实处 你都不能单着受制 你都要把正确的见解提起来 然后来衡量你的感受 这样子才能够种下那个 泄脱死生轮回的因 这样子才能够 在受制献起来的时候呢 你用如法思维的力量去断爱曲 从流转次第走到环面次第 这是佛法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即使是再怎么痛苦 千万不要单着在苦受里面 这点很重要 这点很重要 单着在苦受里面 唯一的代价就是苦因子会更增长 将来会受更多苦 要把这个想清楚 这个很重要 好 所以后面老师讲 你看用粗的无常这样观察 都可以发现 实际上一切都在改变 不需要对此时此刻 你做不到的东西 如此的执着 认为是万年不改的 这一段法音实在是太美了 你们认为呢 关键在这里 记得 你透过清清善事听闻证法 如果你对 有为不安住这个事情产生定解 那下次你又觉得自己 被困境困住 被痛苦所死的时候 这个有为不安住这个话一现起 你就有机会清醒 你就有机会振作 那同样道理 我们刚刚说 越是痛苦 你越去担着它 越去担着那个苦受的时候呢 其实受是会让我们更加迷乱 好 你越觉得那个痛苦是没办法扭转的 那个自信值发作的也越强 无名发作也越强 苦因越增长 将来苦会更多 你把这个透过清清善事实听闻证法 你产生定解之后呢 我们也可以有很快的机会 不会在苦当中苦 很快可以抖脱出来 这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老师才会说 这一段法音实在太美了 好 那这是我们今天 广海明月跟无缘无悔 对照学习的部分 我最近会让你开如果 我喜欢一个高技的部分 今天我van了 这是我要非常好 对照学习的部分 那个广海运 从长看见 你 siebie�� 就是那种 那种 我以前も 这样子